老花姨每日一达回答一下臭宝面的养花问题 老规矩先站后看 第一个臭宝 蜗牛海棠叶子干边啥原因 有一点点的通风不太够意思 像蜗牛海棠一般在冬天长得不是很哇塞 那就无所谓了 如果等春天的时候恢复生长的时候 您就可以把这些老叶片给它修剪修剪 来点肥料让它长新的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样包 然后咱们家养一般是这样的 还有一个点就是夏季高温的时候 它长得也比较慢 一个是冬季比较冷 像树牙说开吹了 是迎来了慢慢的要迎来它的生长期 所以说跟您说 这个不用急 老叶子坏个一个俩没事 再说蜗牛海棠这种卷边 一般都是跟咱空气湿度有关系 家养养成这样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没别的事 用点肥料适当的 让我推荐肥料 反正我们家都有 这只花 一圈圈黄黄的叶子干了 没事 这整体很好 整体很好 花友们不要总是去 微观的看一些东西 微观的看东西 都有一些个瑕疵 你比如说你看我这张脸 除了麻子就是斑 你猛的一看 这个小伙子还挺帅的 你一近看就不行了 只有一个道理 你看正常就好了 好吧 别的没事 多给足太阳 这只花给足太阳 它的耐低微能力很一般 就是喜欢光照 没有光照的话 包你差点意思 长得很杂乱 你就可以修剪修剪 你就看着哪不顺眼 你就剪哪就行了 你看着哪个比较瘦 背一剪 用点肥料 给足太阳 别的没事 然后还有一个小技巧 多接一些雨水来浇 是吧 老花一 茶花 掉了 发黑 广西 咋回事 这不很正常吗 开花掉不很正常吗 咱广西那边 像茶花这种都可以地栽的 就盆栽的话 还是咱们这个盆土浇水 还是掌握的不太好 在你们那边地栽都很哇塞的东西 你看到盆里边就不行了 你比方说 阳树 就是那个我们这边最常见的阳树柳树 怎么没人种啊 对吧 茶花在你们那边就类似于 我们北方的阳树柳树这种东西 地栽活得很哇塞 它是叫山茶花 它一般长到山上 山上你看有冷凉 空气湿度又哇塞 对不对 还有通风 你看到你盆里边不行了 肯定是闷根啊 根部开始烂 你开花没多久就掉了 对吧 所以说浇水这一块还得拿捏 把啊浇水三年工 别的没事 初保 巴西木 武汉 零到十度 你就就这个零到十度 零到五度 就是温度的问题 我都没看图片 好吧 你看现在这样不就冻坏了吗 你偶尔还给它缺一丝水一包 这玩意能让它缺了水吗 那一直有水 下面一直有水 别太高了 你没有水 还有冷 嗯 哦 快嗝屁了 啊 天兮兮两块八 我还买 买了一个 没事没事 换换 下个臭包 垂掉茉莉不是 A few moments later 刚才接了个电话 啊 好继续 打倒了 江苏 垂掉茉莉是病菌 还是长得了 先看图片吧 没救了宝贝 换了它吧 呵呵呵 至于咋回事呢 你看冬天里有给肥 这就是问题所在 花友们你们一定要记住哈 植物的施肥跟咱们人吃饭一个道理 咱人睡着了就不吃饭 有的会儿说一碗老婆一碗睡着了 你猪啊 呵呵 正常的植物啊 在冬季就一般15度以下 大部分植物呢 就停止生长了 就跟咱们人一样 是吧 大部分人呢 就10点左右就睡了 是吧 有个别的要猫子可能没睡 就大部分植物在这个时候呢 就不吃肥了 好吧 啊 你们吃了以后对胃也不好 负担 你看冬天的时候要停肥啊 您就记住一个点就行了 15度以上嘛 你就正常用 15度以下呢 尽量的就减少和停止 冬天的时候给什么肥料 它又不吃啊 嗯 嗯 扔了吧 换新的吧 哎 我们家有卖 哈哈 我想问颗粒的问题 珍珠牙 富兰岩 智慈 陶利 抬风池等等 巴达巴达 其实跟华尔明说一下哈 植物呢 你说的这些颗粒呢 就是用土 土跟植物之间就是个承载体 对吧 你比方说咱们买汽车 哎呀 有日产的 有丰田 有奔驰 宝马 劳斯莱斯 这有什么区别 其实没啥区别 都是个孤路 对吧 有个棚 对吧 具体的你要是说植物里面呢 你要了解的就是一个点是排水 一个点是透气 对吧 你要么就是很松暖一点 你让根系能长得动啊 不像混凝土那么硬 还有一个点呢 就是不论什么质量 都得具备一个透气性 因为没有气是不长根的 明白了吧 所以说呢 你纠结这些颗粒没啥用 大部分的颗粒呢 都是装饰 还有一个是参半 作为一个机制 增强排水和透气 只要不算今天点个赞 请问你视频要留言 我老话一 养话最章一 下一个人见 白了 白了 白了